欢迎收看房市关键报报 我是李燕颖 马上来关心今天的热门关键字 今天的热门关键字就是 房贷还有利率 今年3月央行再度升息 使得房贷组的压力逐步产生 那么不少银行也调高了房贷的利率 甚至市场上已经出现了 房贷利率超过3%的前行 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 最新的房贷产品资讯 王道银行的理财型房贷利率是3.08%起跳 这是近期市场首件利率超过3%的房贷产品 全球区不动产情报室总监陈品城分析 理财型房贷的特性在于 针对以偿还房贷可借款运用 并且依据需求随借随还 等于是把房子当金主随时借钱 这大多是有短期资金需求的屋主在使用的 必须非常注意利率还有还款的时间压力 但就算是自住型房贷 市场上也很多都突破2%利率 像是台北富邦银行的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 利率是2.35% 第一银行的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专案 利率是2.15% 土地银行的公教竹巢优利贷 利率则是2.06% 那么很多人就想问了 既然现在利率已经提升提早还款的话 会不会比较有利呢 专家建议这要看是不是有比房贷利率更好的投资机会 例如目前房贷是2%左右 如果有其他的投资机会 投报率明显比较高 就不应该提早还房贷 应该把手边的钱拿去投资 甚至可以考虑多借一些房贷来投资 但是专家也提醒 如果自己的负债比例比较高 还是不建议增加贷款 也就是说还是要量力而为 今天清选新闻 我们首先来看到 目前房市走缓 那么建商是如何因应的呢 知名建商亚新国际开发就表示 因应银行的土建容陈述管制 所以会增加合建和都更为老的比例 亚新也强调 虽然目前房市利空汇集 但还是看好明年的房市减气回温 所以今年还是会持续的整合买地布局 接下来看到这则新闻 新北市的温子郡市地重化工程 有新的进度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温子郡第二区的广亭三用地 地下制洪池施工进度 已经达到四成了 预计今年底可以完工 这也将是温子郡重化区 15座制洪池当中 首座完工的制洪池 对于当地的防洪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这则新闻来看到台中市的公共工程进度 台中巨弹历经六次流标之后 议会在上个月通过追加预算 工程预算从64.9亿元提升到99.98亿元 建设局表示台中巨弹预算提升之后 已经完成公开阅览 近日就会开始重新招标 今天的买房卖房我想问 有网友问到了预售屋的格局问题 这位网友po出一张格局图 主建物大约是16.52平 他说自己第一次买房子 选择买预售屋 想问问大家 这样子的格局有什么建议吗 有人说主建物16平 与其维持原本的小三房 不如直接做成两房 也有人说应该要预想收纳的空间 不然到时候放进家具空间会变得更小 你对于这样的问题还有什么看法呢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一起讨论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房市资讯 也欢迎点击底下资讯栏的连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